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已经是隔离的第七天了吧应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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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右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Lish Lemonade的AC 早起 Lish Lemonade在国外有时差 早起了 看完直播早起了是就起了吗 不会像我一样早起测个体温 然后又回去睡觉了吧 谢谢六一不下雨的AC 谢谢 那就再祝做偶猫 今天生日快乐 谢谢你的期待 谢谢 谢谢玻璃跟波的AC 祝3岁的小千 51岁的小蹄 和18岁的月小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永远18岁 永远18岁 哦 如果月小同学是处在一个永远18岁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就一直处在一个成年和未成年的一个叠加态 永远处在一个成年和未成年的叠加态 他的这个成年波函数呢 是处于一个叠加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但是当月小亲自发出SC 说自己成年了之后 他的这个状态 就会瞬间坍缩成成年的状态 但是呢 另外一个未成年的月小 会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继续生活下去 好 谢谢幼儿园抢放科代表的水晶球 谢谢幼儿园抢放科代表 谢谢幼儿园抢放科代表 晚上好 谢谢陈子放点盐的SA 祝小陈同学 高考加油 考上南大 谢谢舒婷二的画画画 谢谢舒婷二 好 今天在小超市 买了新的引力好 谢谢舒婷二的画画画画画 直播完就去学习了 好好祝你 期末顺利 期末顺利 不喝点零食吃点 吃点饮料 不喝点饮料吃点零食 这个日子也不太好 接爱客CB的心灵 直播内容考虑看电影 好可以 这个真的是在严肃的考虑 严肃的考虑 考虑考虑 一些LINE的SA 谢谢 这个猫怎么这么可爱的SA 可以试一下 但是直播看电影 肯定我们就会看一些 就是 活动脑子的 愉快的 电影 看着玩的那种的电影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如果效果不好 我们就 及时止损 学乙鸭子吧 谢谢LINE的SA 替我吃牛排 好谢谢 谢谢 牛排 谢谢这个猫怎么这么可爱的SA 好 祝你家猫猫 一岁生日快乐 谢谢 给阿凯星涛的SA 四连修就结束了 明天不想上班 好 祝你上班愉快 马上就会 就是下一个四连修了 一些猫小Q的SA 港式奶茶配热熔知识三明治 活动晚餐吃了什么 活动晚餐吃了盒饭 谢谢 鱼夜九九的首屋之意 谢谢十元小喝茶言月色的花树瓜花 今天晚上的菜是 这么一小碗的土豆烧鸡 这么一碗的干姜蛋 酸豆角 肉末 这么大碗的凉拌三丝 凉拌三丝 动物蛋白不是特别的多 不是特别多 但是还是够吃 还是够吃 因为我们还有牛奶 这白桃肉末茶的疯狂心动 今天的水果是什么 今天的水果是 苹果 今天是苹果 昨天的梨都忘了吃了 昨天梨都还没吃呢 谢谢夏梨的SA 复活鸡假期结束了 要上班很痛苦 大家都觉得上班会很痛苦 那祝你不用那么痛苦 谢谢试试试诗的SA 高考祝福 那祝试试诗诗 高考顺利 祝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健康 谢谢布加糖喵喵的SA 做了小蛋糕 非常好吃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手艺 谢谢 恭喜恭喜 谢谢 Aleway Skylarma的SA 吃了宇宙无敌 螺旋爆炸好吃的小柠檬 冰淇淋 把开心送给我 好 谢谢收到收到 谢谢你的分享的开心 这个猫怎么这么可爱的SA 替刮蛋刮沙吃了一大罐猫罐头 刮蛋刮沙在家也有猫罐头吃的 也有猫罐头吃的 谢谢月黑风高下蒙 如果你的好意我也心灵了 谢谢 谢谢月黑风高下蒙汉药的SA 为了赶上直播只能在地铁上跑步 加快地铁前进速度 哦 好 你提出的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 但是其实很多人 在想要加快地铁前进速度 在地铁上跑步的时候 都会陷入一个误区 就是 如果你想让地铁跑得更快 你要在地铁上向后跑 你不能向前跑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当你向前跑的时候 你是通过脚与地面的滚动摩擦力 地面给你一个支撑的 向前的一个力量 这时候地感受到的是一个向后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地铁的前进速度增加的话 你在地铁上跑步 一定要向地铁前进速度方向的反方向跑 也就是向地铁的后面跑 这样你给地铁施加的力 才和地铁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 你才能够达到在地铁上跑步 加快地铁前进速度的这么一个目的 很多人都会陷入这样的误区 就是我往前跑 然后我跟地铁在一个方向跑 会不会让地铁病患 不会 你这样反而会减慢地铁的前进的速度 如果要所以这里给文汉耀同学以及整个石国间 其他在厅的同学科普一下这个知识 如果你想要让地铁往前的速度加快的话 你在地铁上跑步是可以办到的 但是你需要往地铁前进的方向跑 也就是往后跑 地铁上面人多的时候不建议 不建议做这样 不能妨碍其他坐地铁的乘客 乘客 谢谢ACP2000 机械降神的AC 飞进来 一只鸟 拍给群的教室看 是一只果尔的鸟 蹭了半只苹果飞走 好 这只鸟感觉很能吃 很能吃 吃的半个苹果 谢谢我谁也不吃亚的AC 谁吃浪威闲都会点收支的 好 谢谢9816的AC 在吃荡威闲 是在吃荡威闲 好 再吃零食 好 谢谢乔 又有人请问客套表的AC 是陆时的AC 2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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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求生日出吗 可以祝陆时20岁生日快乐 十日诗 因为你跟你的地面是没有产生相动摩擦的 没有产生相动摩擦的 你是这样走的 这样算是滚动摩擦 这算是滚动摩擦 谢谢郑晓文的AC 来这里收获一点快乐 那祝你今天开心 而且收获一点快乐 你是一定能收获到的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们 会通过这个AC 来分享今天的快乐 你会收到快乐的 谢谢 万花同理 万花花的AC 帮你腾一腾 帮你腾一腾 有点难 有点难 那祝你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 谢谢一心向北 安妮塔的AC 优兰拿铁 好 明天换一款做 好 那你随便换一杯吧 谢谢你的心意 谢谢明夏星海的AC 摔了一跤 祝你这个 应该没有大爱 之后要保护好自己 身体健康最重要 谢谢预言贝拉西米露的AC 哦 谢谢 谢谢你的祝福 也祝你和妈妈这个 身体健康啊 保护好自己的这个 身体啊 借些SHCJ001的AC 胡说八道的技巧 好 希望你能够学到有用的知识 那边今天认识了吗 的AC 好 快乐快乐 晚上好晚上好 谢谢星星堂的SC 编辑效用 能够前讲一下编辑效用递减吗 编辑效用递减就是 比如我正在吃这个零食 我已经隔离七天了 我很久没吃过零食了 突然今天小卖部 来新的零食我买了这一大包 第一口下去 我觉得这个零食是世界上 最让人愉悦的零食 我吃第二口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吃了第三口 第四口 当我吃到 当我吃了半袋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 我觉得这个零食还是好吃 但是已经没有 我吃的第一口那么好吃了 这个就叫编辑效用递减 第二口中的一本正经的解释 好 谢谢你的喜欢 谢谢扑喵喵的小黄鱼的AC 好 谢谢你们家的狗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Ly Smith的SA 谢谢Ly Smith 谢谢十元享受茶叶月色的SA 下楼了一兜子冰激凌 好 祝你吃冰激凌吃得开心 谢Forever Shirley的SA 有会很想要的生日礼物吗 这个倒还真没有 我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夏天就要吃西瓜的SA 一直跟你输出负能量和抱怨 那你就跟他抱怨回去 他把你当垃圾桶 你也帮他当垃圾桶 今天吃和饭真香 证明你的生命里 还是有一些令人快乐的事情 和饭吃得好 谢谢Forever Shirley的SA 对的确是谢谢Forever Shirley的提醒 地铁上是禁止奔跑的 地铁上是禁止奔跑 大家听听就算了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跑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跑 那是熊孩子做的事 但是即使你是熊孩子 也不应该在地铁上奔跑 原来地铁上跑 谢谢月给猫比心的SC 加办公没有下班时间概念 也没有加班费 好 好 去加办公 那祝你这个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谢谢阿牧 HY 阿牧 的AC 过天有数没时间 然后提前 谢谢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 谢谢新一同学的SC 什么事都没干 就很累 学法难 加上五月初级 会计想摆烂 有点嫌弃自己 你已经意识到摆烂是不好的 那就别摆烂了 经常遇上这种 什么没干就很累 也很常见的 也很常见的 振作起来吧 谢谢薛小雪的AC 有喜欢玩了手机游戏吗 我已经 我还真的很久没玩手机游戏了 很久没玩手机游戏了 之前还玩王者荣耀啊 英雄联盟手游呀 哈利波特呀 但是后来 已经很久没有玩任何的手机游戏了 也很久没玩手机游戏了 写回去背双的新型的SC 提升推荐 提升自己的书 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可是一个大范畴 如果你提升自己的目的 一切工具之类的书 那一个 嗯 我想想 嗯 如何高校学习 这应该对很多人都会有用吧 他介绍了学习方法了 很多人都会用学习方法啊 那有本书叫如何高校学习 看一下 作者叫斯科特洋 去看一下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说提升自己 提升的是哪方面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哪个领域 只能 嗯 但这方面的工具书 其实我自己看的也不是很多 啊 不很多 不过我当你问这个问题呢 第一想到就是这本 应该 比较广泛的会有什么 啊 谢谢白头又紫茶的疯狂心动 谢谢 XQYQX的SC 呃 会做什么运动啊 俯卧撑 下蹲 波米笑 这天天可值的SC 要连上12天班 怎么会连上12天班啊 这么辛苦吗 那祝你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 祝你每天能高校的完成工作 然后好好地休息 谢谢今晚见最后一面的SC 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最近的工作安排就是先度过 先度过隔离 先先先先把隔离 待过时间出去再说 谢谢木春一直向前看的SC 最近没有动力变成闲鱼 没有动力变成闲鱼 你为什么会想要变成闲鱼呢 没有动力变成闲鱼 我也没有动力变成闲鱼 谁会 你为什么会想变成闲鱼呢 不是一般都 嗯 没有动力变成闲鱼 但是我一般呢 它不会去质疑别人的这个梦想 如果你的梦想是变成闲鱼 但是最近觉得没有动力 好 反正祝你不是闲鱼 不是闲鱼 加倍火山的SA 究竟要不要转专业 现在是专业不喜欢 想转去的专业就业不好 还把自己转过去后悔 有点焦虑 类似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SA上面看到 自己好好考虑吧 不过 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 是可以聊一下的 这可能很多刚上大学的朋友们都会遇到 就是 就是首先 你现在看到的某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不代表你毕业时期的就业前景 现在就业好 可能你毕业的时候 他的就业前景就不好了 比如可能在这四年内 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变多 就业竞争压力变大 他的就业就也变得不好 有可能你预判这个专业十年后会好 但是四年之后他还没有好 这是第一点 就是你现在预判一个专业就业好不好 是不一定管用的 第二点是你本科学的专业 和你未来的就业 不一定是完全对口的 不要觉得学了哪个专业 所以我就一定要做某个专业的工作 我见过很多我身边的同学 后面从事的职业也不是学的专业 所以这个是已经毕业的老同学给你的建议 谢谢幼儿园抢犯科代表的疯狂心动 谢谢杜家乖乖不改名的SA 谢谢小木的SA 努力追评更新的小说作者跑路了 今天隔离餐又是白主 人都要褪色了 褪色没有关系 如果你褪色的话 你就有机会 当上爱尔登之王 猫子别说了 尝过哪一辈吗 我应该是吃过的 应该是吃过 它是不是比较像泡夫那种 应该是吃过的 这七蝴蝶公主的SA 谢谢 没错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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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祝生日快乐 那你的生日应该也在这附近 因为我们是在白羊的末尾 那堵住你一个生日快乐吧 谢谢 Line Smith的SA 谢谢 推荐的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还真没有看 还真没有看 因为呼吸那本书没有看完 呼吸那本书没有看完 特德江的两本小说集 呼吸和降临都买了 不是都买了 都是电子书上面书库里面都有 但是两本书都有一些篇章没读 都有一些篇章没读 这两本最先读的都是这个 医生的故事和商人与电竞技术师之门 然后后面也读了一些其他的 但是没有完全读完 好 谢谢你的推荐 会去看的 会去看的 谢谢朽越兰的SA 无数挖道 谢谢你的喜欢 谢谢Mukernet的水晶球 谢谢 谢谢Belgeland的SA 吃了乌冬去调香 替我吃了乌冬和去调香 好好吃又好玩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开心 谢谢 是夏天就要吃西瓜的SA 就是经常被输出富人很印象心情 好好好 那祝你吃饭 吃麻麻香 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一些array seal的SA 22岁生日 祝你22岁生日快乐 毕业顺利 应该是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本科毕业吧 祝你生日快乐 毕业顺利 工作也顺利 写识识识识的SA 向学法考不进五院四系 学金融可以考好一点的211大学 要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己想吧 自己想吧 谢谢 飘飘爱吃葡萄的SA 现在开始复习四级还来得及吗 现在四级考试什么时候呢 还来得及 来得及 来得及是来得及的 我考四级呢 是没有复习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无论现在离四级 还剩多长时间 都是来得及的 因为你不复习也是来得及的 谢谢宇宙里的新兴堂的SA 即将快上两月班只休了一天 这个工作比上面那位老板更离谱 上面那位老板上了12天班 这位老板要上60天班 只休了一天 那祝你这个早日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祝你拿到英拿的加班费 然后每天高校的完成工作 有时间去休息 谢谢败家变变子的SA 败家变变子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 如果老板的名字呢 我们一般是不会有任何的 不挑的 谢谢败家变变子的SA 最近压力有点大 那祝败家变变子 这个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谢谢西联在线摸鱼的SA 明天七中考 那祝你明天七中考试成功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猫威斯冰淇淋的SA 晚上烧了糖醋排骨 回锅肉 现在正在和朋友一起 请替我吃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糖醋排骨和骨肉 这个猫猫怎么这么可爱 吃了上次没吃完的火锅味蛋糕 饼高报仑大人没有那么想事 好 报仑大人说到了你的 饼高 你做得很好 欢迎光荡 谢谢冯霜的进场 谢谢试试日诗的SA 好 刚才弹幕任何弹幕说我在什么调侃老板 复习四级啊 什么在凡尔赛什么的 所有刚才弹幕发出这种声音的人 我给你们指明了你们的敌人 这位叫试试试试试试的老板 他说他高二六级很快就过线了 首先你们要批判他 他在凡尔赛 第二 如果六级还没过的朋友 学向试试试同学 学习一下英语学习的经验 第一个月经验 谢谢亿万点封的SA 一个比主播年龄还大的粉丝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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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播间我记得有50多岁的 有50多岁的 生日又大一岁 哦今天生日快乐啊 那祝亿万点封 今天生日快乐 记得威斯的SA 喜欢 高考作用划用商人与链金数字之门 哇高考作用划用商人与链金数字之门 我天哪 主播间的老板们都是很有才华的 我高考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 商人和链金数字之门 很厉害很厉害 这位老板肯定是有文采的 有文采 谢谢不会中的星星的SA 有机会看到阿布达英雄联盟手游吗 有可能 有可能 谢谢冯霜的SA 冯霜 今天冯霜过生日 好 那祝今天冯霜生日快乐 谢谢台灯小绿的SA 谢谢希史诗诗的SA 上海英语很卷 谢谢欣欣也要快乐的SA 谢谢来自海外的粉丝 好 那祝这个星星也要快乐的 这个准备法律 准备这个的考试 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 也祝你能够进入 心仪的学校 谢谢梦里的堂堂的画实夸发 谢谢梦里的堂堂 谢谢美图 咱们匀 如果你们这种 我们去联系 贝贝 我会有点 就是 好好 进屋里藏到花里花花 谢谢 谢谢 懒懒爱吃抹茶的AC 吃到网线之后网友变好吗 吃到网线之后 网络的确更稳定了一点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试一下 生日那天 安排一下 看要不要玩游戏试一下 反正后面用电脑播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谢谢梦里坦的画室夸夸 谢谢画笔咩的画室夸夸 谢谢蓝鱼两条的AC 谢谢蓝鱼两条AC 我们不鼓励任何一切 违法犯罪行为 谢谢听涛群星亮晶晶的水晶球 谢谢听涛群星亮晶晶 晚上好晚上好 声音有点小 可能是这个 我离这个手机稍微有点远 稍微有点远 这个声音可能收音效果没有特别好 没有特别好 我们买了一个小的麦克风 应该能在生日当天能够到 能到 希望到时候能够解决这个直播收声的问题 晚上好晚上好 忘记今天晚上有军事理论歌 哦军礼 我是有印象的 这门课我是有印象的 第二次迟到了 我已经曾经哭泣 那你下次一定要记得 其实要开心的AC 加班了好多天 希望我天天开心 也希望你天天开心 谢谢薄荣的薄荷糖的花儿花 谢谢你的花儿花花 不能收快递 隔离是不能收快递的 但是 就他这边是可以让别人去就是送可以让朋友或者亲戚或者家属送一些生活必用品啊或者密封包装的食品 但是他不能直接收快递 也不能点外卖 所以这边的要求规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边的要求规定是这样的 互联网加这个名词好像就是在我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才才出现的吧 我我所以我是没有参加过互联网加大赛的 互联网加大赛 美化简历的经验 其实大学参加一些活动啊更多是 更多是 就是你自己要学点东西 有一些经历 这样的心态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 由于以你去找工作来说 你的简历上大部分这类 这类学生活动 你说能对你找工作有很直接的帮助 帮助吗 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 除非是那种特别顶级的什么那种 比赛才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 很多大学期间的活动 你如果以这种纯功力的角度去考量的话呢 基本都是没用的 除非是那种很顶级 但是你纯粹以找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 还是 谢谢宇宙里的新星堂的SA 好好祝你早日取得加饭费 早日获得奖金 谢谢面团呼噜的水球 谢谢白天做梦的咸鱼的SA 第一月篇号RNB 谢谢 谢谢关艺维艾波波的SA 谢谢关艺维艾波波的建长 谢谢关艺维艾波波的建长 应该不是建长应该是提督吧 我这边只能看到建长 谢谢你 谢谢关艺 谢谢关艺维艾波波的水晶球 谢谢阿克斯比的心灵的SA 阿克斯比的心灵 今天吃了麦当劳 麦当劳 一般不怎么挑 一般不怎么挑 麦辣 鸡腿薄 但我一般会吃那种新品 就是出了什么新的吉吉怪怪的口味 我一般会吃新的 谢谢 是磁吸咬咬咬的SA 不焦虑了 运动很管用 一天跳一千个神 一天跳一千个神 好 好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我该如何介绍自己的水晶球 谢谢 直水 微蓝的SA 多戴眼 多戴眼镜 好好 谢谢你的提睛 你以后会注意一些 以后会考虑这样的造型 谢谢 谢谢 2233的美丽的SA 教资比试通过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收到 恭喜恭喜 又过了比试 双喜临门 祝你这个研究生学习顺利 祝你之后的教育事业一帆风顺 这飞机不是账到新兴的SA 没上班突然想上班又叮叮感作业也没有瞎了 祝你这个 工作劳逸结合 保护好眼睛 谢谢粉粉猫耳朵的AC 祝粉猫耳朵今天生日快乐 谢谢 陆家乖乖不改名的AC 好 谢谢陆家乖乖的AC 谢谢 好 谢谢陆家乖乖 谢谢陶王的AC 校王课来吸猫 谢谢陶王 其实当时陆 潘威那一案我是说 我是提过我想戴眼镜的 我是提过我想戴眼镜 因为朴鱼这个角色 上次就是戴眼镜 但是 我们当时的PD 拒绝了我这个要求 他说 他说今天戴眼镜的 嘉宾有点多 有点多 我说我这个角色戴眼镜很重要 让我戴嘛 他说不行 但是当他说再次跟我说不行的时候 我突然 难道说戴眼镜是一件很重要的线索吗 当然最后没有 当然最后并不重要 谢谢班若若的 谢谢班若若 祝你高考顺利考到新一的分数 进入新一的大学 借谜语未像的 巧克力草莓芒果冰淇淋抹茶红豆抹茶奥利奥 巧克力冰淇淋吧 谢谢 Yeah Orange的SA写东西会不会卡住 会卡住 会卡住 卡住了会做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位叫做尼尔盖曼的作家 他给一些想要尝试写作的人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建议叫动笔写 第二个建议是动笔写了之后把它写完 卡住就硬憋着也要写完 这一位叫做尼尔盖曼的作家 其实暗石下下刀鱼的SA 阿婆的推理小说里有没有哪个故事最喜欢的 阿婆的推理小说看的不多 看的不多 最喜欢的话 东方快车吧 其实我一直想想看帷幕 这叫帷幕吧 就是波罗的最后一个案子 早就会把它看 谢谢比瑞瑞金堂的SA 真的收到加班费了 那是因为猫神大人收到了你的祝福 好 祝你以后一个心想事成 谢谢陶王的手之意 谢谢陶王 谢谢陶王的手之意 谢谢切尔西再多英超就改名的神球 谢谢切尔西 谢谢燕的SA 在写作状态里睡眠很少 4点半睡9点醒 4点半睡9点醒 这是在干什么 4点半睡9点醒 是 哦 跑到凌晨4点半9点醒 这是休闲的作息 好 谢谢你的推荐 谢谢你的推荐 谢谢燕 你还是要保证睡眠 健康工作50年 谢谢Shirley的SA 祝你期中考试顺利 谢谢 祝你期中考顺利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的SA 会考虑出书单吗 我出书单能能出 出什么有志量的书单 我出不了 我自己看书看书看书 哦 我差点忘了 我们把这些这个念完 谢谢智晶晶晶晶晶的 文字真教的剑长 谢谢加油小猪福一心的AC 打完以下来吸出 好谢谢你 谢谢小周不烦恼的水晶球 谢谢Aris 谢谢Aris A4的AC 弄得很焦虑,怎么调整好心态和状态 你的这样的状态几乎是所有应接生都会碰到 但是本科 本科的毕业论文的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说优先级,那肯定是毕业论文优先 然后去兼顾实习吧 但一般来讲,我感觉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压力不会那么大 谢谢唐莎莎的SA 最近工作总滑水 季度绩效有奖金 忽然很心虚 有什么好心虚的? 你滑水都能拿到奖金 证明你的同事比你更滑水 证明你还是所有滑水里面滑得快的 你的那个跑水的那个奖 可能都滑得比别人快 所以你不用不用不用心虚 不用心虚 谢谢花花是一颗小猩猩的SA 小作文 想到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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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没有没有这么严格 没有这么严格 别弄得每次后面每次都要写 类似我 想写就写 有想法就写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的水里面滑水 谢谢 谢谢HKW静静的AC 隔离结束最想吃点啥 可能太多了 可能太多了 冰淇淋 谢谢 哦对冰淇淋 和奶茶 先把这两个解决了 其他的都好说 隔离结束先解决这两个 其他都好说 其他都可以玩一玩 谢谢 Adoways开了吗 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 都是这个宇宙缓缓不存的气质 这个是呼吸里面的词吧 特德江的短片小说 特德江的短片小说 他的科幻小说都是这样 特德江的很多的作品 他都是先有一个 类似哲学的一个观点 要去讨论 他再去反反着去构建一个故事 就是我先想好 我要写一个表达这个东西的故事 我再去反推他这个故事该怎么做 其他的很多故事呢 是先一个开头 然后认识这个故事发表一下 它不太一样 它是挺有意思的 谢谢 普普的 表药姐姐的Essay 祝月小生日快乐 好 祝月小生日快乐 谢谢你 谢谢Lice Smith的Essay 爱吃青椒吗 没有对青椒有特别的喜好 算不上不爱吃也算不上爱吃 谢谢桃桃姐姐的Essay 桃桃的姐姐 今天弟弟明天18岁 有什么 适合男孩子成年的祝福呢 首先祝你弟弟明天成人快乐 那么既然你问的是猫神大人 那么猫神大人会给出的祝福就是 希望你不要浪费粮食 祝你健身事业更上一层楼 谢谢云婉叔的花树花花 谢谢EY阿妍姐姐的疯狂心动 谢谢宁梦杰的猫的S 好 恭喜 抽到了SS 谢谢7777 今天睡醒能吗 的SC 健身房没有开门 今天就开了 好 恭喜 祝你健身事业更上一层楼 谢谢云婉叔的花树花花 好 谢谢勇猛的早根少女的健长 谢谢我喜欢那么好看的 SC 好久不见绝对感觉 直播 好 恭喜他们 假期呼的好 假期呼的累吗 要注意 劳逸结合 好好休息 谢谢云婉叔的健长 谢谢 00Ruby的SC 好继续工作 好 祝你工作顺利 谢谢李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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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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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晚上好 嗯 这个猫怎么那么可爱 谢谢 下单奶茶和冰淇淋 我要一杯冰镇的港式鸳鸯和一个巧克力冰淇淋 谢谢 C的SC 倾向于电子还是纸质 会喜欢去图书馆吗 图书馆真是很久没去了 我 我 我平 我离开 我毕业之后好像就没这么去过图书馆了 书店会去 书店会去 不过我喜欢哪样的读书方式 电子和纸质 其实 其实我都有 而且有时候 当我用电子书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电子书真方便 电子书真方便 但是当我用纸质书看纸质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纸质书 纸质书才是 但是就是我看什么我就会喜欢看什么 因为有 因为有时候 我一般 就是最早有 就是有的这个 电子书 没有 没有电子版 只能去买纸质书 只能去买那种 二手的什么去 买那种纸质书来看 看了纸质书就觉得纸质书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完这本纸质书 后面就放了 拿电子书 因为纸质书不太好携带 电子书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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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台给我们开一下这个抽 谢谢夏恒的爆菜单 爆菜单 没有错过 没有错过 还没开始 起码了火锅被配冰雪币的SC 如果一个凶手手法高超无法被定罪 侦探动了手 他之后该为正义被执行而高兴 而是该一死一权心中正义呢 如果一个侦探 我们不对一件事啊 我们只聊这个书本当中的事情 如果有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侦探 当他贯彻他心中的正义 而无视程序正义的时候 程序正义的他心里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所以他如果一个人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他不太会 一死一权心中的正义 谢谢烟雨飞飞的SC 谢谢暗石家夏刀鱼的SC 帷幕非常精彩 看完五位杂陈 非常精彩 好 一些Light Smith的SC 但我对帷幕还没什么 因为阿婆的很多的故事 我虽然没看过 但是看之前都了解一些大概 比如说东方快生谋杀啊 比如说无人生还啊什么的 但是帷幕讲的什么 我之前竟然一点都不了解 我只知道这是波罗最后一半 他具体有什么 还不知道啊 谢谢你的推荐啊 回去看了回去看了 这Light Smith的SC 有没有漂亮衣服在直播室穿 没有 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可能会有 但是不敢保证不敢保证 这一罐乌龙茶的SC 看过The Matrix吗 看过的话会推荐吗 会推荐啊 The Matrix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科幻片 它里The Matrix讲的事情 虽然它是一个科幻片 但它讲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哲学的一个观点 甚至甚至它的这些观点和 甚至和一些佛学的一些观点都是不合得上 但是它的内涵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非常经典 而且有三部 有三部 可以慢慢看 谢谢鸭鸭鸭鸭鸭睡大觉的SC 鸭鸭鸭睡大觉的SC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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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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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各位舰长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黑黑一笑 很猥琐的AC 谢谢机会民情的花儿花花 谢谢软陶娜娜子的AC 谢谢 谢谢小恋爱吃瓷巴的AC 谢谢进展连记忆的花儿花花 谢谢欢欣寄予的AC 谢谢欢欣寄予 谢谢卯月猩猩的洒话 谢谢 竟然说到黑客帝国 谢谢卯月猩猩的洒话 谢谢民下心海的洒话 谢谢蜂蜜柚子茶的AC 好好好 祝你学习顺利 谢谢球量又樱桃子的花儿花 既然我们说到了黑客帝国 我们就可以稍微展开讲一下下 幼儿园想放课代表的 风光青董 谢谢刊迪的水晶球 黑客帝国他讲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谢谢刊迪的水晶球 谢谢刊迪的水晶球 黑客帝国这个作品呢 它里面有一个设定 这设定呢 也是有一个经典的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的 这么一个思想实验 叫做刚中的大脑 就是讲 我们所有的 这种看到的摸到的 我们的所有的五感 所有的感觉形成 其实都在大脑批层 那么这么说的话 我看到的这个世界 我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不就仅仅是我脑中的电信号吗 那么理论上 理论上如果 我们把一个大脑 放在一个营养液里 钢里 让它不死 然后给它输送 所有的这个 视觉 触觉 所有的这种感觉 让它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这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没有一点区别 这个大脑 该如何判断 自己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还是一个真实世界呢 谢谢 昏 说的是你 对 说的就是你 因为你的名字的第二个字 不会念 这个字读什么 不认识 谢谢 与什么 昏 的AC 说回刚中之脑 所以 谢谢 9816的AC 喜不喜欢看话剧 话剧看的 那太少了 话剧不太设立 看的很少 看的很少 看的实在很少 而且国内 看过 看过一些音乐剧 但是音乐剧和话剧 真的是我设立比较少的一个观点 之前看过摇滚莫扎特 TXP的心灵的AC 第四步 第四步是不用看的 黑客帝国的第四步是不用看的 是咕噜咕噜的 好 我们说回来 刚中之脑 这个概念大概 大家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大脑 是否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给它用电信号 输送一个虚拟世界 它如何判断自己是在 现实世界中生存 还是虚拟世界 就是它如何判断自己生活的世界 是不是一个假的世界 答案就是它没法判断 所以你听到 刚中大脑好像是一个科幻的一个 科学的问题 但它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好几百年前 哲学家们 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看到黑客帝国 你觉得这个东西 哇 好科幻 好科幻 什么 什么 这个刚中的大脑 我们所有人 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怎么办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科幻 但其实这个思考 几百年前 哲学家们就已经在想了 几百年前哲学家 在想了 他们也在想 我看到的这个世界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现实世界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就是这种怀疑一切的观点 叫做怀疑论 好 谢谢咕噜咕噜的花式夸夸 谢谢Polikpo的Essay 谢谢EU史话的守国记 比如知名的 当时这样的想法 就是席卷了整个哲学界 就是大家都在想 我如何去判断自己的 生活的世界是不是真实呢 或者说 到底我的世界当中 有没有东西 是我能确定真实存在的 当时很多人都想不到 这个时候 有一位大家出来了 他在怀疑一切的世界里面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 他能够确定 真实存在的东西 就是这个世界 真真假假 我无法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能确定是真的 他找到了 你知道他找到什么了吗 就是他的思考 这个人叫做迪卡尔 他当时在想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现在对我的这个世界 开始怀疑了 我在思考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 我在怀疑一切 到底什么是真的呢 但是他发现 当他思考的这一个瞬间 他一定能够保证 就是他思考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就叫 我思果在 当然这个是 这个漫漫哲学 长河里面 就是回 尝试回答这种 现实世界 是否正式存在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小篇章 一个小篇章 所以 所以黑客帝国 很 你觉得它是一个科学圈 其实几百年前 哲学家们都已经 讨论过这个事情了 讨论过这个事情 所以黑客帝国 是很值得看的 不算他的第四部 不算他的第四部 是咕噜咕噜猫猫 的画出夸夸 是波里格波的 很喜欢神秘博士 儿童科幻片 神秘博士 神秘博士是 是 是哪个 这个名字非常眼熟 但是我不确定 它是哪一个 谢谢 一有石花的手机 写黑黑一笑 很猥琐的SA 礼物怎么才能给到 心意到了 就到了 他们都在替我 吃很多很多东西 这样的心意就够了 就够了 谢谢 Lil Cathy Blowy的舰长 谢谢 Lil Cathy Blowy 谢谢CYY MSM的SA 只能待在宿舍 关键楼好像喝可乐 祝你早日喝到可乐 谢谢 扶梢猩猩的SA 预备 爱荣惠城的爸爸糖吐司 预备 好好 谢谢你的推荐 要选鱼中机甲嘎拉的小店 好 谢谢你的推荐 我们会有机会的话 会去吃的 会去吃的 谢谢 即使单枪匹马的SA 谢谢 XCP的心灵的SA 对 黑客帝国 它就是一个基于 很多哲学观念的 一个科幻片 它探讨的一个是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谢谢Cures for y'all的 花哲花花 阿怪来了 阿怪来了 阿怪来 阿怪来 干嘛 阿怪直播来的吗 来套娃 不会来套娃的吧 谢谢 Cures for y'all的花哲花 谢谢 SHCG的手机 谢谢 虎波酸遗址的花哲花 谢谢 你为啥还隔着 我才隔了 我 我今天刚好隔离第七天 我刚好隔离第七天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谢谢虎波酸遗址的花哲花 谢谢道向的SA 好 谢谢你 祝福 谢谢 PullingPull的SA 神秘博手 好 谢谢 谢谢 米以卫相的SA 来发SA的 好 谢谢 今天就能用橘猫的SA 祝你下次抽到千名照 谢谢短发Pretty 美少女的花哲花 好 天天出现在别人的直播间是吧 好 好 天天出现在别人的直播间 嘿嘿 好的 谢谢 短发Pretty 美少女的花哲花 谢谢 小孔同学没报复的SA 祝小孔七中考试顺利 谢谢 单箱皮马ACF的SA 没看下去 听完又有兴趣了 感谢主播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注意没有推荐第四部 没有推荐第四部 觉得第四部难看 不要来骂我 谢谢 香港最爱扑猫魔法胶的花哲花 谢谢 烟雨林的花哲花 谢谢阳路0716的SA 4月20日晚上要上课 好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好 谢谢你的祝福 上课更重要 对的 第一条SA作为28岁生日 谢谢你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 谢谢 谢谢毛月星星的复光心动 谢谢毛月星星 谢谢蓝蓝天不会灰的水晶球 谢谢 Oh Dr. Who 是那个音句吗 是那个极其长寿的音句 是吧 先按时加吓到鱼的SA 好 再来一支 是上海的急救医生 昨天夜班出了花车没有重病人 两个车处 白天 明天白天会继续努力救人 哦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的工作 谢谢你的祝福 哦 谢谢 谢谢你的工作 谢谢你的付出 谢谢你 你祝福你这个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 也要保护好自己 谢谢你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谢谢逃亡的凤凰新道 谢谢 谢谢 这些来自银河系的坤 哦 来自银河系的熊 操了 来自银河系的熊 SA有点多 看花眼了 看花眼了 这些来自银河系的熊 怎么会有熊 熊又不会在天上飞 但我不是说这个老板的名字有什么 我说 虽然熊是一般来说是不会在天上飞的 大家不会在这个银河当中看着它 不会看到银河当中看它 这些来自银河系的熊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 没有往熊这个字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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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想 但是谢谢你 谢谢熊 谢谢来自银河系的熊的守护之意 谢谢 谢谢银河系的熊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的春秋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的春秋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 去年正经书看了200家 现在完全没有阅读热情 沉迷网络文学怎么办 事实是这个同学我提醒你哦 你你凡尔赛行为偶尔来一次是可爱的 但是你不能每条SCA都是凡尔赛哦 什么去年正经书看了200多本 我们也没办法给你什么建议了 我去年反正没看200多本书 我没看到那么多 那么多 应该你来教我 就是这个怎么点燃读书的热情 我没有什么建议了 祝你读书愉快 祝你早日找到重拾阅读的热情 谢谢Adways开了吗的SA 北京有话剧9人 现在北京的话剧还能正常的开吗 我以为都因为疫情而暂停了呢 谢谢黑黑一笑很猥琐的SA 心情很不错 好希望大家心情都不错 谢谢我的ID凡人看不见的SA 看恐怖电影之后 长散值的方法吗 散值快归零了 我一般看恐怖片就是为了降散值 如果散值降的话 我一般不会考虑去让它长回来 而且很少能看到恐怖片 让我降散值 如果你有最近有看到降散值的恐怖片 欢迎推荐 欢迎推荐 谢谢看黑猫Tango的芝麻奶酪的 凤凰心动 谢谢心灵的SA 谢谢心灵的SA 四年假最后一天 好祝你抓住四年假的最后尾巴 好好休息 也祝你上班顺利 谢谢七彩灵灯小甜两的SA 每天一小时随便 好谢谢你喜欢 谢谢七彩灵灵 谢谢七彩灵灵 谢谢小 小小什么 猪鱼的鱼吗 谢谢小鱼 三个W的SA 小鱼 猪鱼的鱼 猪鱼的鱼 谢谢你 希望明天有好吃的菜 好 好 希望你明天吃的好吃的菜 谢谢小酥肉壮寒的SA 正式通知22号可以回学校 开心 好好 谢谢鼻子大姐的SA 谢谢鼻子大姐 今天祝国生日快乐 好 谢谢你的祝国 谢谢按时加下刀鱼的SA 江子牙号飞熊 好 江子牙 谢谢起司多多酱的SA 微观经济学好呢 那祝你学好 微观经济学 隔离已经过半 还要再隔一周 谢谢毛月星星的剑长 谢谢星城下的鹿鹿的SA 有什么推荐值得学生看的电影吗 最偷懒的办法 你就打开imdb 不一定适合 你就打开豆瓣电影 top250 还是看 imdb也行 但是另外推荐值得学生看的 所有学生在中学阶段 老师都会给他们放的一部电影 叫做当幸福来敲门 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想 作为学生想要 这个 燃起这种 这种考试的这种斗志 推荐 或者你让 想让 你是一位老师 想让自己的班里的学生 打打这个动力 打打鸡血 什么的 推荐一部电影 叫做垫底辣妹 谢谢毛月星星的进展 谢谢毛月星星 谢谢期待则 幸运和冲击的SA 不想开学 烦了 那祝你 但是该来了早会来 学习一定会开底 这个 祝你学业有成 祝你学业有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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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脑斧 四个喵 喝杯水 回来发现签名照是你的 好 恭喜恭喜恭喜 小脑斧 谢谢 Ravenclaw学姐的SA 今天也读书了 爱上你我 爱上你我 愿赌服输 爱上你我 就讲 这是一个讲 爱别人也爱自己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书名看上去就很正能量 对 这个建议也带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当你爱上别人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自己 不要忘记了自己 谢谢美国女孩 美美丽女孩 哗啦哗啦哗啦的 谢谢美丽女孩 好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直播 也快进入尾声了 一块进入尾声了 这温室杂草的AC 明后都有课 上完课 上完课 我们直播也都有回放的 不差这么一小会儿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清莫然的AC 不吃辣的话 不辣的回锅肉好吃吗 回锅肉 本身就不是川菜里面的 算辣的川菜 其实大家对川菜的 可能有个误区 大家觉得川菜都是辣的 其实川菜并不是都是辣的 也有很多不辣的川菜 但是会有一些朋友 不太容易接受川菜 就是很多的川菜会比较油 舍得放料 可能有的会比较油 然后有的会放很多的花椒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川菜都是辣的 甚至很多的回锅肉呢 不仅不辣 它会会加一点点的糖提味 所以你知道可能会有一点点 甚至有一点点甜 但是不能太甜 太甜了不正宗 不辣的回锅肉好吃吗 我印象当中 回锅肉其实就并不是很辣 谢谢靠谱 一星的SC 你考CPA 祝你CPA考试顺利 谢谢阿平和我都爱的风光心怒 谢谢 谢谢阿平吃瓜皮的瓜蛋的SC 论文能中 祝你论文能中 谢谢白木雨 与C的SC 印象最印象深刻的电影是什么呢 最印象深刻的电影 如果硬要说罪 其实没有什么印象 最印象深刻的 很多电影都印象深刻的 一定要说罪的话 就容领无霸 谢谢小虎牙爱说实话的风光心怒 谢谢郑小文的SC 好 明天继续见 我们今天直播到尾声了 而且新鲜的冰淇淋的SC 好 希望夜半不满 那希望你夜半早点下班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此 进入尾声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好好跟各位道个别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还是7点钟 我们暂定明天用电脑直播试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生日直播 肯定是会用电脑来播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谢谢帝国的火与白日生 谢谢帝国的火与白日生的水晶球 谢谢帝国的火与白日生 谢谢黑黑一笑 很猥琐的SC 谢谢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就是明天 谢谢帝国的火与白日生的水晶球 谢谢 谢谢 谢谢来自银河系的熊的水晶球 谢谢银河系的熊 谢谢Caren002的节奏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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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猫tango的芝麻奶酪的花儿花鞋 黑猫tango 谢谢 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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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全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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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 各位晚安 - 掰掰- 掰掰- 我們明天直播再見吧 掰掰 - 掰掰- epsilon-i-ammie-ammie- - 掰掰 一 units- 掰掰- 紅心- 仔香- 麻煩- nowadays for a long-time break into the waves. おお生日になり 拜託 sucbior東拍攝- everytime discussions. - 現在8點鐘,也並不晚。 哈哈,謝謝- acquired a small. estão tout closed. Bye-bye. - 我們今天直播就到此結束了- idos nadam Nikkiillise. 谢谢艾西亚夏刀鱼 跟我没有代沟 这个老板是比我年龄大很多吗 应该没有吧 拜拜 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此结束了 拜拜 隔离不能叫外卖 隔离不能叫外卖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超市 可以定时间送货上门 我们有小超市 只有小超市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下次直播再见 谢谢 谢谢鸡叶铭情的花肉花 谢谢芝麻奶酪的花肉花 大家下到一堆声音谢谢 拜拜 拜拜 今天的一个小时直播 到这里就进入维生了 谢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陪伴 谢谢各位小老板们 谢谢各位舰长们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以及是明天 拜拜 再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多谢你 我们下次见